今天我們要幫大家介紹的 這道菜叫清魚味噌醋 日文叫做 我們今天要準備的材料有 清魚、醬、味噌、清酒、味醂、少許的醬油 我們現在就開始為大家示範 跟我來 entend topic 那這道菜其實它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薑泥 那姜泥跟糖還有味噌 那三個的組合其實會讓它味道更加 那在日本料裡面有一個手法叫做落蓋 落蓋就是下面的熱度會上來 它會反射到魚肉上面 而不會散失出去 但是又不是把蓋子蓋密了 蓋密了以後它會產生高壓狀況 魚肉也比較容易鬆軟 對 那我們這個肉還是有表示保持它一定的Q度 它會不會散開 然後把蓋子蓋在上面 就要看著它 然後把蓋子蓋在上面 因為它會不會散開 然後把蓋子蓋在上面 然後把蓋子蓋在上面 就要把蓋子蓋在上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